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 在台湾引发高度关注 岛内媒体纷纷在重点版面进行特别报道 专家学者们在点赞大陆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 期待祖国统一早日到来 在海峡对岸 台湾媒体对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 予以高度关注 台湾中天新闻开设大陆今日头条板块 聚焦习近平重要讲话以及阅兵式 台湾旺报专门设立11阅兵特别报道专栏 11个版面聚焦庆祝活动 文章援引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正广的观点指出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喜庆的日子里 习近平对台湾问题做出正面的表述 虽然语气柔和 但也透露出大陆对统一立场的坚定不移 岛内专家学者认为 习近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传递了两个主要信息 一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发展 二是要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 那个习总书记讲的有一句话 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中国地位 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这句话最震撼人心 它要创造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 而且要创造的是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将会成为稳定整个全世界 对它的和平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力量 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强国 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能声势 不应张扬 不能成为一个霸权 以及强调和平跟和谐 这样的一种治理的风格 我倒觉得说是在这一次的支持当中 表现出来的特有的风格 我必须要说很欣慰的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 再度肯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这个基本方针 到现在依然指引两岸关系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统一和平 这样子的两个概念 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继续国家统一 可是过程必须是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 能够在未来两岸关系的互动上面 依然是助走 所以我是觉得说两岸人民 应该共同在如何能够确保 两岸和平以及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的基础之下 大家平等的共同协商 来共同缔造未来的统一的中国 我觉得这是两岸人民 必须要去思考